哈啰大家,我是阿圆 你们看到我身边 就是没有Cherry嘛 连你们就知道什么事了咯 没错,今天就是一样的 要来捉弄Cherry 至于要用什么Plan来捉弄Cherry 等一下我会再慢慢给你们解释 但是在跟你们解释我们今天的真人计划之前呢 我需要给你们看看这个Apps MIA 它的那个Icon是一个毛毛这样非常的可爱 OK,话不多说 我们才直接进去看看MIA有什么东西 噢,进到来里面 首先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是 推荐,然后娱乐,还有电台 然后在娱乐那边呢,你会看到有 博得,热门,念人,点唱,交友,还有醉行 哇 还是看到有很多零雷吧 哈哈哈哈 欢迎三儿 欢迎三儿 三儿是我放在这个Apps的名字 三儿呀,三儿 OK,我们现在继续去一些不一样的房间 我们来到娱乐 然后 OK,我们就选醉行 噢,这些醉行的是 可能是一些新的主播吧 还是怎么样 我们随便选一间进去 不冷不热 哇 这个房间有蛮多的一下 嗯 像这样的鱼啊 像美 全卖头啊 嗯 哇 我之前 我之前是一些花花 我之前是那个 不是 我忘记 然后我们猜猜去别的房间 浮云 忘不多说,先送礼物 我们要展示我们老板的气势 老板就给他们送个肥皂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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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又是时候展现我们老板的气势了 哼 欢迎来哪些气势 先给他们送个肥皂全卖 OK,我们现在随便进一个房间进去玩一玩 这个房间叫YJ恋人 我现在去跟他们讲一讲话 哈喽 哈喽 OK,我们点那个中间那个手储 手储有理 我们点下去 然后 我们给他们全部人送礼物 我们要做出一种很大方的样子 所以他们要搬转 哈哈哈哈 点搬转 然后 可以按全卖 然后送 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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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哈喽,你们好啊 哈哈 哈哈 你为什么要能反正打我们 等太连 哈哈 哈哈 我要替你真实的声音可以吗 哈哈 我要替你真实的声音可以 把我拿出来的 我不想要 我感觉就是YouTuber 你是吗 是吗 是YouTuber吗 难道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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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你们 这是我的困扰 我有个困扰问题想问问你們 老闆说你问问题有没有人听到啊 对啊 我在问问题 如果你们就是你们现在遇到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 你们欠 可能你们欠外面的朋友一些债务 然后你自己又没有本事要常去还那个债务的话 那你们会不会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去借那个钱 跟银行借钱 那就不要比一样 这个是谁讲的 小樱花是吧 OK来 等等啊 让我给你丢个赚块 我觉得就是能够自己就自己还 那我问你 OK来问 你是不是阿元 到底谁是阿元 你们一直讲阿元 谁是阿元 全卖请你们去冰淇淋 谢谢小哥哥的全卖 哈根大师 谢谢你来玩 欢迎你下次再来哟 拜拜 谢谢小哥哥 好啦我是阿元啦 拜拜啦 你最开心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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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 拜拜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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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机器人的声音 什么声音都可以变 今天我的计划呢 就是要用这个Mia Apps 然后和阿王一起串通来二枕Cherry 怎样二枕Cherry 就是等下迟一点 阿王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会在Mia里面开一个房间 然后我把阿王拉进那个房间里面 就好像我跟他两个人在 就好像在跟一个人讲电话这样 然后我需要阿王那边就是 变影八戒的声音 变成那种大树型的声音 变了大树的声音之后呢 我就要阿王扮演一个 我的欠债对象 然后来给我讨债 就是可能我欠他几十千 几百千这样子 然后我就假装在Cherry面前 不小心接了这一通欠债的电话 然后看Cherry听到 那个欠债的讨债内容过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翻译 我怎么下出去哦 你怎么下出来 你不想要乱 你们吃吗 你不想要乱 我去哪里 没有 你也要买我 我买放你 你不想要买 我脆了 我่道路 哈啰? 打我打你打你打嗎? 誰? 你打你打嗎? 啊,誰? 啊,我這裡是 今天打你打完了 你現在要打你打你打 為什麼我不是講你不要再打你 不要再打你打 你打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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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你打我打你打 你不要再打你打 我打你打這個 你打我打你打 你打你打 你打… 你打 run 你打你打 你打… 你… 他不知道 随 establishment 由於林 должен起家 重believably 他又在你 空間 你身上 那你要 == 你卸掉衣护 medioón Brook 你卸掉衣护 是的 你應該怎That 你當腳 se evaluations 你已經死定了 你已經抓到 你現在抓到 ��를抓了 坐 我們去一趟一趟 坐 沒有 你現在過來 我懂你要問什麼 坐 你會去借錢的 你現在怎樣 我本來是不想給你懂的 就是 現在都給你聽到 好 我本來是不想給你懂的 就是那時候買車的時候 不夠錢給同期 我就看到他們是講 私人貸款 所以我就想去借這個私人貸款 給車的同期 所以我那時候一開始借 其實我是借 4萬人 可是現在那裡是一困到還要我還6萬多 你很誇張你的數字 那你有誇張嗎? 利息這樣搞的嗎? 我就是不懂他們 他們講是好聽是私人貸款 可是我不懂其實他們就是在從大樓 就是他們野蠻 他們講利息多少你就要給多少 沒有辦法 不要講利息 看什麼是他們 事實要明天就一定要還錢 我可以不會從那邊接點 抵著利息先 有錢 你Instagram也有接 YouTube也有接 可以不會接我一點 對 要見你也是 我先定掉他的利息 現在4-5千 像你滑鳥 他又跟你講利息不是這樣 這樣不是什麼 怎樣都好你不應該去借 你知道嗎 他利息 不是怎樣都好都不應該 有沒有那個本事就不要去賣 因為我是想要給你好一點的生活 哈囉 哈囉 啊怎麼樣 想問就是 明天可以先還5千塊嗎 我可以跟你講 要你今天 我和你跟我講什麼東西 我現在寫 你還好意思是講明天換 我現在打不出這樣做 我其實是跟我女朋友接的 總之 我要收到30%就對了 哦 講多用啦 哦 先這樣先 收不到那張 吃爆火 真的是 哇 你信嗎其實 不信啊 那可能是 1% 1% 不行啊 還不想有錢 哈哈哈 就等下1%不行 不知道啊 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在拍片咯 對 OK 今天我的演技咧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爛 因為 其實我真的很想很想說 我一聽到阿望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就很想 怎樣的我沒有聽過咧 總之 沒有沒有沒有講真的 你其實要花錢 我真的有錢我錢 我錢啊 我錢啊60千 沒有不數不數 你上次按鈴鐺在那邊 哈哈哈 我覺得有點奇怪啊 我剛好在按電話啊 因為我沒有想這樣多 因為我不思議嘛 然後 就 就有人打電話給你講 大龍 嘴在 啊 一開始有一秒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我沒有講信不信 我就奇怪先 我還沒有想到你是拍片 嗯 過後 你掌掌掌掌掌 走去那邊 我就覺得有一點 我就聽了 我就聽他在講 我又聽不清楚哦 然後 再想一下 應該是在拍片 然後我也懶惰找CAM 那可能這 大龍追債 那可能我不想吃 很爛耶 這個很爛啦 在本片 OK這個是 這部影片 可以講是 本年度最失敗的 哈哈哈 本頻道 本年度 最失敗的一個 prank 因為 他 真的是確實不會相信 我欠別人欠 你什麼表情 剛才 你做的意思 你做的意思 那個眼神快點 不要 不要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拜拜 我們下集 見 下集 趕緊下載Mia 讓我遇見你 遇見好聲音 我們下集